中国要在柬埔寨开运河 锁住中越合作的锚点来了 大家好 这几天啊 柬埔寨公开了一份和中国的协议 直接引发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舆论震动 甚至西方迫不及待的开始密集的报道 试图在其中找到进攻点 尽管明面上是柬埔寨砸锅卖铁求中国帮个忙 可是背后对我们中国而言却是战略意义非凡 我们先来说说事情本身 根据柬埔寨当地媒体简中时报的消息报道 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在参加完当地一个 佛教基础设施启用仪式的时候向外界透露 预计今年8月份 柬埔寨德从湖南运河项目将会开工建设 按照柬埔寨那边的说法 德从湖南运河的项目是2023年10月份 就签订了的 由中国陆桥公司承建 运河的整体投资一共17亿美元 大部分都来自于简佛寨 运河平均宽度100米左右 深5.4米 足够3000吨的内核航运使用了 总长度约180公里 贯穿该国4个省份 涵盖160多万人 预计2028年完工 直观的说 简佛寨这次的决定还是非常艰难的 很大程度上 这个艰难来自于西方舆论和越南 西方那边就不用想也知道了 就是盯着中国参与项目来疯狂抹黑的 老一套的地区威胁和经济陷阱论 而越南那边都颇为微妙了 简佛寨本身地形多丘陵 入入运输效率非常有见 原本依靠着湄公河 有湄公河运输 应该是完全可以带动国内经济和跨国贸易的 然而越南占据了湄公河的末端 导致简佛塞空有湄公河提供航运 却没有自己的出海口 而这次得从湖南运河 就是从简佛塞湄公河段 结一段出来 直接通向太阔湾 为简佛塞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出海口 起战略意义 那是显而易见的 而对我们中国来说 这次的项目同样是战略意义非凡 一方面呢 是直接打掉了越南牵制和胁迫简佛塞的重要底牌 另一方面呢 就是从海向路 多了一条直查越南心脏的河道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威胁的战略进攻路线 此外呢 在经济上来说啊 中国完全可以通过这一条运河 打通对中南半岛的海陆联系 整条一带一路就被带动了 可以将越南直接战略孤立 坦白地说啊 虽然目前我们一直在尝试和越南保持着良好关系 为即将到来的大争执事呢 保留一片和平的空间 但是所谓的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次柬埔寨的运河项目很大程度上将成为锁定中越合作关系的锚点 让越南人能够安心的跟我们合作 不要想着和美国在私下里的一些勾当了 别惹事就好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聊